小郭郭的音乐会 夏天到了 一只小郭郭到处游玩 还不时哼着小曲儿 他觉得自己的歌声一定很美妙 看着清澈的河水 和绿绿的河叶 他想在这河叶上 开一场音乐会 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于是小郭郭走亲访友 邀请了不少小伙伴 来参加他的音乐会 小郭郭邀请了河塘边上的 蝴蝶、蚱蜂、蜜蜂 小鱼、青蛙和蜻蜓 这天晚上演唱会开始了 河叶舞台多美啊 小郭郭兴奋地跳上了舞台 不一会儿 炸摩先生奏响了 河叶舞台多美啊 可是小郭郭本来就是一时冲动 也没有准备唱什么歌 结果到现在了 一首歌也唱不出来 都急得快哭了 等待了好久 观众们终于坐不住了 不满地走了 炸摩先生也叹了一口气 离开了 郭郭 看见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他站在荷叶舞台上 伤心地哭了 小郭郭郭 小郭郭垂头丧气地 往回走 边走边掉眼泪 半路上遇到了乌龟爷爷 乌龟爷爷安慰小郭郭说 你还年轻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这点失败算什么啊 小郭郭听了 眼前一亮 觉得自己只是一时受挫 只要自己努力 肯定能唱出动听的歌声的 从第二天开始 郭郭便树立目标 要开一场真正的演唱会 从那时开始 郭郭便开始努力地练习唱歌了 年复一年认真的练习唱歌 才学会了演奏乐器 在一个晴朗的月晚 郭郭终于再次鼓起勇气 开了一场音乐会 这次他邀请了几乎所有的小伙伴 连蜂牛夫妇和毛毛虫都来了 郭郭此时已经长大了 他轻轻地拉起小提琴 唱着美妙的歌声 郭郭郭的歌声太美妙了 吸引了无数的眼睛 这次演唱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郭郭看着台下欢呼的人群 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他终于成功了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